然后我刚刚不是讲那个认证试吗 认证试上个礼拜给你们功课嘛 那个好像这个Alex就没办法接上来 这没关系 因为这个都是蛮难的 David也是一样 他写信告诉我 他说认证试下次再练 这我都可以了解 因为他真的是很不容易 你们像把认真一认真的谈好 都已经我就觉得很佩服 认证试的话就是非常非常重要 那很多同学 上课的时候就告诉我 老师我有一个 我只希望我这一学期练下来的 我能够弹一首歌曲 他的要求并不多吧 弹一首 非常卑微的要求 我只要弹一首歌我就很满足了 那碰到这种 碰到这种同学讲的这句话 其实我都哑然 这个我不知道 我那时候有时候真的是 也没办法临时跟他讲的 回答他呢 后来的话 我也经过很多思考 其实钢琴 钢琴啊 钢琴跟别的乐器不一样 比如说你今天是吹个笛子好了 你吹个笛子好了 或者你 当然小提琴是比较有困难的 小提琴因为它困难是在那个把位 你要很熟的 你要不断地练 我们讲笛子好了好不好 笛子它是你吹出来 吹出来之后 比如说 你只要说我们刚刚讲的举个Jay Jass 你只要笛子嘛 只要有旋律在那边 你就吹出来 你脑袋瓜根本都不要想别的事情 你就把它吹出来就好了 很容易的事情嘛 可是钢琴不一样 钢琴的话你 你总不能说用右手只能弹这样子 你还要这个 你要和弦啊 你要会打拍子啊 你要比如说 对不对 你要你要会打拍子 还有你要会压和弦 不是Dola Reso嘛 而且这还不够啊 你会压和弦 你这样弹还不容易啊 你最后还是要弹音出来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 你在这个之前 你要这些东西 你到工作要做好 那就花很多时间 所以我常常讲 我说事实上 你会弹一首歌的话 你钢琴能够弹一首歌 而且你能够了解它的话 你等于说会一百首 你会一首歌 等于等于说会一百首 现在同学慢慢会 可以体会出来嘛 对不对 比如说这样 对不对 你想想看 你现在在弹的时候啊 你右手要会弹 左手要会打拍子 这个拍子上来的时候 还有stride stride官司刚刚讲的 stride你就要练了半十 然后 然后do 恰恰 la 恰恰 re 恰恰 so 恰恰 那你现在也不懂 什么叫和弦进行 和弦进行 比如说 dola 恰恰 对不对 那这就是和弦进行 旋律 旋律 我上次已经写过了嘛 对不对 就是 so mi re mi so la 那是旋律 上面是dola re so 它是和弦进行 然后这个号是 bong 恰恰 bong 恰恰 节拍也要会 那你手 手的话一般的话就是 你看都是用一个音 对不对 我上一集都讲了嘛 所以你们花点时间 在上面研究一下 就是这样弹 然后这个 然后呢 就是一步一步 其实你看了手 右手弹音的时候 已经很困难了 很困难了 就是左手要弹 所以最好的方法 就像David这样的 你看 它会比较有乐趣 你看看它弹 你看它用唱的 你看它用唱的 so mi re mi so la mi so re do re mi so mi so la do si la so mi re mi so la do si la so mi re mi so la mi so re do re mi so mi so la do si la so mi re do la si 对 这个Alex刚刚他写说什么3点1分才送出去 所以我没刚刚看到 我现在上去找了一下 那你们就看一下 你现在就一直看这个 像这个Debby在弹 So Re To Re Mi So Mi So La Do Si La So Mi Re To La Si So Mi Re Mi So La Mi So Re Do Re Mi So I Mi So La Do Si La So Mi Re Mi 好我现在把他 我现在把那个Alex啊 把他看一下把他加进来 着咀嚓唱的和音乐 的目凭 我 concerns下 你再确定你 ?.。 你好 和音乐 好,把它转过来 好,已经不错了,非常好 这个相当不错了 当然是,这个很有用,很有用 所以呢,但是呢,这个 那有些同学,可能Alex 他是可能有些不唱歌的 像我的话呢,我会像Devi这样的 比较愉快,懂不懂 我会开始第一步工作,我会像Alex这样 不,像Devi,Devi这样用唱的,对不对 我会像他这样,用唱的很愉快 对,这种比较愉快就对了 对,然后你再看看那个 像我的话,我当时 我以前会先学着像Devi这样 会比较愉快就对了 然后再像Alex 其实他那个更累啊 Alex这种更难的 因为他的话,这个是属于这种很累啊 可是这种很重要 所以这个应该是这样子 Devi唱完之后呢 就有空的时候就要唱这个 练习这个Alex这种认证试 这样子认证试的弹法呢 那他当然是这个 这个Alex还蛮客气的说 他弹得很糟 弹得很糟是正常的 非常正常的 在我看起来已经很不错了 你看他这个左手刚才收上来 当然这个格子弹错弹到拉去 所以就是说我必须鼓励一下 就是已经很不简单了 就是用弹啊 那这种弹啊 这种每天都弹啊 你有空就弹啊 你先不要管说这个 这个你到底有什么收获 或什么弹得不好 你弹完之后啊 你多拉瑞手的 你要一直背他啊 一直弹啊 一直弹啊 然后体会他啊 你不要这个去记音啊 像比如说像这个Alex念的时候呢 我是不知道他是不是有 应该是不会的 因为我并没有写谱给你们 对不对 所以你就是照这个 然后你听了 可能开始的时候 你可能没办法弹 你就这样 咪 都 瑞 拉 都 手 拉 手 都 拉 瑞 都 然后重点是 你把手指 这个相对的位置 搞清楚 尤其是 学过数学的那种 几何图案 像我在中山社大学 一个是数学老师 他也弹得不错 那他是数学 数学的话我就跟他讲说 你就把它当做几何图案 背 你开始可能 咪 都 瑞 拉 都 手 拉 手 都 拉 瑞 到后来你就不要再记这个音了 你记这个几何图案 就这支 是相对的位置 是这样的 然后 bury a ま A ま 扩大也可以 扩大也是这样的 对 事实上 我在弹的时候 我哪有知道什么音了 我根本反应不过来的 但是我知道它指行是这个样的 所以你就这样 A-7 这个音 你要记住这个 你不要弄到这里来 就是小和弦 不要用到六度 小和弦是七度 那你至于说 为什么要这样呢 这个说来话长 而且你自己弹的时候 你确实 你就用了这个音的话 就不对 就听起来不对 或者是A-mina缩小型 所以通常练这种 A-mina的时候 缩小型很好听 因为它多了一个九度的音 还有四度的音 那通常在小和弦里面 这个四度音尽管用 大和弦的四度音的话 比如四度音尽量不要用 小和弦的四度音尽量用 很好听 然后这个九度也可以用 这样子 你反正记住这样子 把它记起来 然后有空就一直练它 然后再来 这个Ri-mina Ri-mina是长这个样的 然后这边是五声音 就是我们压下去的时候 你不要弹到这边去 这是六度 可能你一开始也不知道 你就弹着 你反正就记住 你就背它就对 这样子 然后把指形看起来 D盘看起来 一直强调D盘 D盘 Mina D盘 二指形是长这个样子 然后再来 然后再来 然后再收和弦 收和弦 收和弦 就有些 有些的话就是缩小型不能用 像尤其是大和弦缩小型 比如大和弦C嘛 缩小型尽量不要用 因为它中间牵涉到一个四度在这边 Avoid the note 这个不管再 这就是很奇妙就对了 Avoid the note 四度不要用 就Avoid不要去弹它 收和弦就这样练它 这样子 这样子 这六度 七度也可以这样子 你就先练这样子 每天练它这样 练熟了 这就是认证识的之一 这样练熟了 对不对 你可以这样子 Sou Mi Re Mi So La Mi So Re Do Re Mi So Avo Mi So La Do Si La Sou Mi Re Do La Do Re 然后呢 你刚刚是第一步是这样子嘛 第二步 第二步刚刚是自弹自唱嘛 就用横的 这是最好的 这样子 然后一步一步来 然后再来就是 就是就把这用这样 对不对 Sou Mi Re Mi So La Mi So Re Do Re Mi So 对 然后再来 然后呢 刚刚不是三个步骤吗 你中间当时少了一个 一般人都喜欢弹音嘛 对不对 然后呢 你就是 你就是弹 然后这个这边的时候啊 这个手指啊 手指我现在没办法要求你 因为你现在和弦 你这个弹的 认证事弹的还不够多的人 你弹久以后啊 这个你自然就会很容易上手 我 你 那 我 有 你 我 你 我 你 我 那你每天这样练它的时候 你这个已经练了就说 这个D D和弦地盘当然是这样的 你就这样 A妈那时候地盘是这样的 D minor的时候是这个样的 收和弦 等到你已经很熟慢慢慢慢 你越来越熟的时候 这四个和弦 你不知不觉的就是 先烙在你的脑海里面 就一直弹这样 然后以后慢慢一点一滴增加起来 所以这个Alex还不错 还不错 好吧 我们继续 继续从这里面 就慢慢增加就对了 有点 那 有点 谢谢大家